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 中美军联合部队及外部队参谋长弗兰克多人转将中间坐在箱子上 与其他参谋人员在云南陆江附近的露天营地吃早餐 他们的吊床就挂在附近的树上 外部队是一支由美军士兵教官组成的部队 他们担当战术顾问 指导中国学生作战 这些美军教官跟随中国军队作战 这指中国军队有两万多人 1944年5月10日 中国军队渡过陆江 对盘踞在云南省的日军发起攻击 战线长达100英里 其看完电影后吃顿快餐 缅甸丛林里的这些美国士兵刚看完 马克吐温利显计 又在睡前就着奶酪三明治喝咖啡 资料来源 美国国家大案馆馆藏中国抗战历史影像全集编辑 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